食安问题真的是把大家都搞得人心惶惶 现在传出连胡椒粉也沦陷了吗 以台湾第一家打响严肃金名号的 台湾第一家有限公司 涉嫌将工业用的碳酸美 参入制作胡椒盐等产品 那么检井昨天也进行搜索 带回了12名的相关人等 台湾第一家有限公司爆出黑心胡椒粉 负责人的子女陈姓姐弟征讯完 不发意与外套遮脸 还有人帮忙开路护驾 25号凌晨4点 陈姓姐弟各以200万交保并限制出境 检井卫生局联手查出台湾第一家疑似 从民国96年开始 持续向三重一家业者买入大量的工业用碳酸酶 加入自家食品当中 检方24号发动搜索 并分三路带回两名嫌疑人以及十名证人 而出问题的工厂截至晚间11点多 依旧有人在里头 但就是不愿出面针对这事件做说明 而以胡椒粉著名的台湾第一家 这回热销品项出问题 卫生局当场查扣也在现场 直接找到了十包工业用碳酸酶 除了问题食品流入市面 更令人担忧的是 若使用在自家品牌的严肃机上头 恐怕危害更巨大 记得综合报道